保留传统特色 和火山岛发展产的南海乐园 巴厘岛被誉为上帝 创造了天堂之地 得天夺后的自然景观 每年性超过600万名 外国观光客朝圣 也包括台湾人 但现在印尼政府宣布 正式举杀159国免签待遇 台湾也在其中 当然这个对于我们 要去印尼文的人 它的影响不大 但是变成说就是少了 像之前免签证的优惠 那它在这个疫情前 我们到印尼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到印尼免签证 但是随着疫情之后 它的整个政策的调整 当地观光闷了三年 讲这波疫后商机 印尼政府先收钱再说 办理费用以国人入境印尼为例 折合台币 美人大约要再多花一千块 据东南亚其他国家 大多也都要办签证 其实台湾到东南亚 去旅行的时候 很多国家也都是 要办理签证的 像到菲律宾 到泰国 到越南 但从台湾人出国旅游 目的地来分析 国人最爱前三名 依旧是日本 和中国大陆 以及韩国 接着才是东南亚的泰国 越南和香港 紧追在后 这会取消免签的印尼 排名在第13 以今年1到4月为例 也只有34396人次前往 也难怪印尼经济部长直言 被取消免签的150首国 对印尼旅游业贡献并不大 只是台湾护照碎碎 以上有171个国家 与地区免签待遇 国际上黑市喊价 要一两百万 一本在手多国免签 台湾人已经很满足 法拉新闻综合报道 锁定法拉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